不过我们先把时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萧巡 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萧巡 谢谢东宁 各国的首脑星期三云及巴西里约热内卢 参加为期三天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 以下是VOA卫视电视报道 这次被称作里约加20峰会的可持续发展大会 在1992年地球峰会20周年之际召开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承认 在过去的20年里 全球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取得的进展并非尽如人意 不过他希望此次峰会能为全球发展议程带来转机 20年前地球峰会把可持续性发展设定为全球性议题 但坦率地说我们未能充分地应对挑战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大会开幕式上承诺 中国将致力于打造一个基于试点项目经验的 全球技术合作网络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强调 各国必须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价值 缺乏活力的经济策略必定不可持续 而环境上无法持续的发展也不是有用的经济策略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呼吁各国增加紧迫感 尽快实施已经成型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峰会前的几个月各国经过多轮协商达成协议草案 但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份峰会文件未能就技术转让和发展中国家融资等争议较大的问题 取得突破 VOA卫视报道